原来学直升机可以这么赚钱 大家都知道我考驾照的初衷是为了滑雪 但是在学的过程中我才发现 原来直升机有这么多的就业渠道 而且样样都赚钱 毕竟物以稀为贵嘛 根据2022年的最新统计数据 我们国家到现在才有不到3000个直升机飞行员 而美国早在20年前 他们的通航飞行员就已经有37万名了 所以说我们对就业的需求还是很大 首先是一些飞行体验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 最普通的3到5分钟的单人游览 可能就要500块 然后如果你想体验飞行的话 一个小时最便宜的 也要5000块钱就可以入手了 是不是很香 第二个就是农林喷洒 也就是给植被大规模的喷洒农药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一天几十万的收入 价格直接取飞 第三个就是像直升飞机的 接轻啊 商飞 商务包机 这些出厂飞都很高 而且如果你的飞行水平可以的话 你还可以做一个直升机的教官 然后你的收入也会非常可观 而且因为我是出于爱好 所以学了资照 如果大家要就业的话 还是要去学商找 这样等我学完之后 就可以成为那2500分之一了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